去年发生的黑心油事件也让淡水区树心里的茶籽油一息爆红 供不应求 其实这一项社区产业默默发展三年 渐入佳境 目前已经复根了20多20公顷的茶园 树心社区更表示 目前树心里茶园已经开始申请有机认证 预计在三年之后就可以量产有机茶油 请民众拭目以待 茶树上一串串茶籽结实累累 让枝条都垂到了地上 今年收成看起来相当不错 淡水树心社区从三年前开始找回隐没在相思树林下的低矮茶树 结合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 发展出社区的茶籽油产销班 产出的茶籽油每年都供不应求 而今年他们更是宣誓要来对茶园进行有机认证 希望在三年之后能够取得认证 开始量产有机茶籽油 我们已经有邀请了 都会介绍一个一个磁心 磁心的有机认证的公司 还是在采土采样 因为他们说就是要辅导三年了 刚好三年要多量产 都要有机认证来采 还剩下茶油 塑星设计的石茶油 变有机石茶油 塑星里打造茶籽油社区产业 也让它变成了水保局农村再生计划的示范社区 水保局台北分局长王静伦表示 塑星社区距离都会趋近 加上健康茶籽油价格相当好 未来前景大有可为 而现阶段随着复根茶园的面积逐年增加 许多老旧的农路也需要修缮 水保局近期内也会结合工所 希望在不影响水保的状况下 满足农民们的需求 希望能够辅导这个产业慢慢成型 进而吸引青年返乡 期待会有更大的一个产区 更好的一个联络通道的一个动线 那我们希望呢 在透过农村再生之后 来满足地方的一个需求 那希望把这个产业的发展来做一个提升 那提升的同时 也希望能够兼顾到水土保持的需求 那而且希望在长期的话 希望也能有青年返乡 当然农村再生是一个长远的工程 那苏星里也很认真 尤其是茶产业方面 那有将近20多公顷的茶 现在已经在栽种 现在逐年会做收成 那我们公所希望说 在跟水保局合作 来辅导我们苏星里 让它的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这样我们地方的社区 能走得更久远更稳重 那这是我们未来努力的目标 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苏星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许秋芳表示 找回社区产业是一个长远的工程 但在居民的齐心协力合作之下 三年来 富根茶园的面积 已经超过了20公顷 接下来他们也要 一步一脚印地继续努力 希望可以创造 适合年轻人返乡经营的 永续产业 找回社区的荣景 记得陈伯伟 淡水采访不到